民眾要住的安心 可以先從居家安全坐起 而居家安全則和建材選擇相關 今天好宅週報要帶大家來 挑選安全的旅門窗 還有電動捲門 電捲門幾乎是家戶必備建材 雖怕轉速過快的電捲門 損壞車輛甚至是壓傷家人 會讓人覺得怕怕 但這扇飛縮門 感應到人、車經過會往上彈 安全有保障 來看一下它有多神奇 搞定電捲門再來瞧瞧窗戶 家有小孩最怕他好奇開窗 不小心發生意外 或只是開窗通風 卻招來小偷開窗闖空門 我們公司設計的這個免鎖裝置 它主要是做於防盜的用途 那本身這個裝置它沒有任何的鎖頭 那我們把它做一個固定的時候 開窗 它有一個防盜的效果 那萬一如果有火災發生的時候 開啟它 它就可以做一個逃生的一個裝置 那非常的安全 這樣子的結構也可以防止小朋友 掉落的一個工人性 好宅周報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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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